人血饅頭我們被人吃了一次 我們更明白不能有警惕 我們絕對不能吃人血饅頭 上個月 全環串銷店老闆娘扮餅壓錢 令很多支持抗爭運動的人非常失望 有三位參與過上次籌款 後來要出道歉聲明的餐廳老闆 最近再次成立基金 繼續幫助有需要的人 大家好,我們是葛蘭救援 我就是NEO 我負責這個資訊的股民 大家好,我是葛蘭救援的Gloria 我是負責策劃的 葛蘭救援其實是 偶程度想把我們擁有的資源 整合一下去幫 現在受到影響的手足或者同學 葛蘭救援成立的初期 是我們三個自己合資了30萬現金出來的 我們暫時來說 是沒有一個正式的途徑去收取任何捐款 現在溫了一個星期左右 用的都是我們自己的私人錢 和其他黃店互助計劃不同 國蘭救援的服務範疇非常全面 醫食住行,連醫生都有 主要場面有幾方面 我們其實跟國蘭中醫有少少合作 經我們refer過去的 都費用全面 衣服呢 其實我們都有一間穿衣服 即是時裝店 都會提供一些衣著 給手足可以去換 因為始終 最近的GG未太重 如果這件衣服 有些有度物質的 我都給他更換 這樣 吃的其實我們今天為止 聯合了21間食肆 他們當中有分店的 可能25、6間這樣 可以經我們給了一條手帶 或者信物這些手足的時候 他們可以去這二十幾間店 可以吃個飯 這樣 住宿我們都有跟一些 賓館、旅館和他們聊過 是可以給我們需要的手足去入住 行就是其實車隊 暫時來說 我們找了一間叫車公司 他都有超過200架的車 是可以給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有急開運的 為什麼我們想做這個行動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覺 大部分的機構 可能效率比較慢 還有很多手足的需要 是比較緊急的 他們未必是可能 第一時間 就可以立刻服務到他們 而且就是 他們負責的地方 可能就很單一這樣 你要知道有些手足 可能會出事 他需要當下的支援 除了在飲食方面 就是生活上開支 也可能需要一些 律師團隊的幫忙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 幫到他們更全面 可以像一條龍一樣 正常我們現在溫泉一個禮拜 大概有七個手足 八個了 剛剛有八個 剛剛有一個 我們是因為串銷部 這件事 所以才認識對方 也都是因為這件事 令到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一起做這個行動 比我們這樣分開會幫手足 因為我們經歷了被人欺騙的一次 我們就知道被人欺騙的感受是怎樣的 我們會拿幾樣東西 例如FA過來申請我們需要FA證 例如手足過來申請 我們有機會要求的是後公子 暫時現在一條數是不可看的 即我會每一天把所有的數 計算在一起 加起來 也會每一天出一個帖 告訴別人 我們今天批了多少個手足 批了多少錢分別 有需要的朋友 手足同學 你們都可以過來找我們 我們希望可以盡量 我們最快的時間可以幫到你 無論如何都好 還有我們後面的人會幫你 所以千萬不要擔心 我們高低見